哈囉各位觀眾 歡迎收看新的一期逃離塔可夫影片 本期影片我們會來介紹在最新的塔可夫直播中 官方介紹0.12.8會有什麼樣的新更新 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主題 首先先講新槍的部分 新槍的部分總共會有三把 那這次只公佈了兩把 最後一把會等到更新的時候才會跟我們講 首先第一把是M45A1 這是一把現代版的M1911是.45口徑的 然後這把槍只能放入RAID的 你會在BOSS以及RAID的身上找到他 你沒辦法在商店購買 對 那.. 點速的手槍不怎麼強 但是光看那個手槍握把 我就覺得非常的值得期待 真的是非常的精緻 下一把是RFB 它是一把7.62x51口徑的槍 然後它是半自動的 對 它雖然是半自動 但它畢竟打的是7.62x51口徑的子彈 然後官方也有說 它會比SA58File還要便宜 雖然是半自動的 然後後座力也蠻高的 但是我相信它會是一把還不錯的牆 畢竟口徑很好 接著是新的功能羅盤 各位可以看到在口袋旁邊多了一個羅盤的位置 那羅盤打開之後大概就像影片這樣子 然後右下角會有個數字 會有數字的原因是因為 官方覺得不是所有人都會看羅盤 所以右下角有個數字 好 就是可以讓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輕鬆的了解到敵人的位置 啊 方位啊 什麼等等的 對 那羅盤這個東西是不會掉的 就像近戰武器一樣 裝上去就不會掉 然後之後羅盤的這個格子 也會有更多東西可以塞在裡面 譬如說之後可能會出GPS啊 之類的 那羅盤這個東西我個人是非常期待的啦 因為 只要出了之後 雖然我不是組隊玩家 但是組隊玩家可以更容易分辨敵人的位置 不會再出現我前面我前面我後面我旁邊 我左邊之類的這種暴位 可以直接用羅盤 這個告知隊友說敵人在哪裡 但是在使用羅盤的時候是不能開槍的 所以有各位之後要稍微注意一下 接著是一個叫做High Quality Color的設定 原諒我沒有上影片 因為我實在是找不到官方直播影片 他到底哪時候秀給我們看這個High Quality Color的設定 簡單來說這個設定 他可以增加你的效能 可以讓你的遊戲變更順 但是需要更多測試 現在還沒有0.12.8之後會上 就再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有效果 接著是我本人非常期待的一個功能 一鍵丟包 你可以看到他手往後拉 然後直接把包包丟在地上 之後你不需要再按Tab 然後Delete自己的包包 這個在你負重時遇到敵人 其實會方便許多 你可以更快速的丟包包 問題是這個一鍵丟包是會有聲音的 雖然就是你按Tab 然後Delete掉自己的包包 你的Tab也會有聲音 但是一鍵丟包的聲音又再更大一些 所以要看他之後 Tab丟包包的聲音有沒有改的 跟一鍵丟包一樣 如果沒有改的話 那就可以分 就是看情況做使用 譬如說敵人沒發現你的情況下 就按Tab然後Delete丟包 那如果敵人發現你就一鍵丟包 那如果都改過來就是Tab丟包包的聲音 跟一鍵丟包的聲音是一樣的話 那我都會建議多使用一鍵丟包 因為這個功能其實是非常方便的 接著是一鍵整理 在你的包包啊倉庫啊 任何的箱子啊 現在都可以使用一鍵整理的功能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某些情況下不是很好用 像是在整理倉庫啊 或者整理你的Item Case的時候 就不會太好用 你可以看影片中 就是你看他的狗牌會散落在 牆之間啊什麼的 然後Item Case剛剛也是 那如果是在 就是整理這種 醫療品啊 或者是子彈啊 其實是非常非常方便 你可以看到他子彈都排在一起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方便 就是整理倉庫的時候不要用 但是在整理譬如說醫療品 然後 這個子彈 彈夾 就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覺得這個功能是非常好的 當然如果在整理倉庫的時候 可以再更 整理的再更好一些 那當然會更好 但是就目前來看這個功能 已經是非常不錯的了 接著是新的服飾 因為這個是貝爾的帳號 所以我們只有看到新的貝爾服飾 不過照常理來說 應該也有新的Usec衣服才對 我只希望他把Usec衣服做的好看一點 不然 Usec的衣服其實可以選擇好看的衣服很少啊 那接著是新的配件 會有新的AR15護墓 然後新的黑K護墓等等的東西有點多 所以我沒有全部都記 那最重要的大概還是目前影片中的這個東西吧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其實我也不是很想知道 如果你們知道的話 自己注意一點吧 對啊 接著是新的護甲還有彈掛 新的護甲會是5級 然後材質會是Armor Steel 所以維修起來會非常的不錯 然後因為影片的關係 其實沒有辦法完全看清楚 說他懲罰的數值確切是多少 這個只能等他出來才知道 然後新的彈掛是16格 然後也已經有他這種格子樣式的彈掛 唯一的特點就是他是Final Rain Only 你只能在戰場中找到 可能就是跟護甲搭成一對吧 對就 彈掛的部分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護甲的話 不知道會不會像Defender 2一樣 可以在戰場中找到 如果可以的話那就非常的不錯 再來是新的包包 新的包包總共會有3種 這是第一種 他是一個登山包 你可以看到他包包旁邊插了一個登山杖 他沒有特殊的功能 不會因為你帶了這個包包 就不需要帶R 就可以在軍事基地徹底 沒有 然後他是一個12格的包包 他的特點是 他Final Rain Only 他只能在戰場中找到 不清楚原因 不怎麼好 但是就這樣吧 就是一個有特色的包包 接著是一個巨大的包包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他大小比Attacker 2大 但比棺材包還要小 然後他格子的樣式是兩個5x2 跟一個5x4 兩個5x2可以拿來放槍 只是必須是短的槍 然後不能有小引起 長的話 長著槍的話就不行 然後5x4的話就 誒 老實說其實已經有很多這種包包 但除了一個叫做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叫做Paratus的包包 他可以塞Beta 2在他的上面的欄位以外 其他這種類型有限制鴿子的包包 其實都不怎麼樣啊 就 唉 我不覺得會是多好用的包包啊 接著是 呃 Tri-zip 對 這個極為類似Tri-zip的包包 那大小如果我沒有記錯 也跟Tri-zip一樣大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多出一個這種類型的包包 嘿 Why not Right Why not 再來是兩個新的頭盔 第一個是 大家應該很多人都很熟悉的頭盔 哇 太像那個了吧 沒錯就是PUBG的三級盔 然後 Nakita說他會比Alton強 但我不覺得會是完全的六級 因為如果是完全的六級 那Nakita頭到底還有什麼帶的意義呢 所以應該是面罩跟頭盔其中一個六級 另外一個五級 這是我的猜測 其實是一個非常Tatical的頭盔 你可以看到他的面罩是小的 然後他如果不裝面罩 他感覺可以裝個抗蛋板在上面 然後他還可以裝下額 因為官方直播當時出了一點小小小小小的問題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看到他的全貌 不過就這個面罩通常應該都是兩級 應該不至於到三四級 至少我不認為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兩級的面罩 那其實就沒有什麼帶在價值了 你可以看到 在直播中 他的下二代閃爍 罵塔克夫嘛 所以這是很正常的 我們就等他正式出的時候 再看看他怎麼樣囉 再來是一款新的耳機 我完全不知道這戴起來會跟 我們現在有的耳機有什麼差別 這個待一等他出來才知道 不過你們可以先知道說 會有一款新的耳機出現 接著是新的醫療品 這兩個醫療品是拿來治療新的一個機制 叫做大量流血 大量流血我們等等會再介紹 那這兩個有什麼差別呢 簡單來說就是很類似 骨架以及繃帶 你知道嗎 會有一個是一次用 另外一個是多次用的 這兩個也就是一樣的道理 一個是一次用 另外一個是三次用 接著我們來講新的流血機制 新的流血機制不像現在一樣 一流血就是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之後的流血機制是他時間倒會停 然後分成兩種 一種是輕微流血 另外一種是大量流血 輕微流血就很簡單 輕微流血然後不太嚴重 你可以用就是像現在一樣的方法 用繃帶或者用補品去補 然後他就會消失 然後也不會留下傷口 而且就算你不補他時間到消失 也不會扣太多的血 大量流血就不一樣了 大量流血你如果不治的話 你扣血會扣的很快 而且你必須要用就是我們剛剛介紹 兩種新的繃帶去治療 然後如果你不治療 你的畫面會變紅 然後你在地上會留下這個血跡 所以如果之後有人在某個地方激烈交火 你可以在那些地方看到血跡 然後就是跟著血跡去追蹤他的大概位置 大量流血你也可以靠 IFAC這種補品暫時止住 因為直播中就有IFAC 所以我不知道其他補品可不可以 但是如果你用IFAC這種補品 而不是用我們前面介紹的兩種繃帶呢 他只是暫時止住 而且他會有一個debuff就是新傷口 這個新傷口的機制我並不清楚 是不是跟現在一模一樣 譬如說你移動的太誇張 他就會裂開重新復發 我並不清楚 總而言之 在這種新的流血機制上 大量流血你必須要用新的繃帶 如果你不用的話 你的地上就會留下自己的血跡 然後增加別人可以追蹤到你 然後擊殺你的可能性 今天來說這是一個 就是很有趣的機制 而且可能會影響整個遊戲的meta 所以我非常期待這個機制的引入 那講講一些新的小設計 第一個新的設計是 當你在使用快捷劍的補品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的量 就是補品剩餘的量是多少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然後下一個是 就是現在你人物受傷時 你左上角的人物會有顏色來告訴你 各部位剩余血量大概多少 譬如說綠色代表健康 黃色大概剩一半 紅色危險以及黑色壞掉 不會像以前就只是 慢慢的變紅色淡淡的紅色 讓你沒有辦法判斷說 第一血是多少 現在可以更好的判斷說 你大概那個部位剩下多少血 接著比較細微的東西 我們就用原沒有影片 我們就直接慢慢的帶過 首先是會有新的貝爾語音 然後會有新的Scape語音 然後還會有一個Arena 這個是之後的地圖 但是目前會是讓一些玩家去裡面 測試一些官方新釋出的東西 那不一定是實況主才能進去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進去 然後物質會在12.8到12.9之間更新 然後會有新的地標 新的徹底點 以及新的Boss重生點 然後就是 最好的那個榴彈子彈就是那個近距離 咻蹦的那種榴彈子彈會有所nerf 然後0.12.8會新增兩個跟長生處有關的技能 那長生處之後也會有更多的區域 然後新的可製作物品 以及製作物品的優化 然後新的RAID影片系列快要出了 這是官方說的 如果你們沒有看過RAID系列的微電影 那務必去看看 因為這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非常推薦各位還沒有看過的去看看 然後最後就是跳島市場不會被刪掉 因為最近有很多討論嘛 就是在討論說跳島市場會刪掉啊什麼的 沒有 官方說跳島市場不會刪掉不用擔心 那以上就是所有在最新官方直播裡面提及的0.12.8的更新 那不知道在這部簡短的懶人包過後 有沒有讓你更期待0.12.8的塔可夫更新呢? 留言告訴我吧 另外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不要忘記按下喜歡並且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另外也不要忘記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可以最快的時間收到我新影片的通知 好啦我們下部影片見啦各位 叭叭叭叭叭叭叭 by bwd6